大家好,今天来预测一下韩国选秀节目 Boys Planet 谁能CV出道 还是比较喜欢测这一类的 因为它很快就能够验证的 看了一下它的这个 开播是在2月2号 最终结果应该是在4月份会公布吧 最多两个月嘛 差不多就能够知道结果了 好,看一下 起了一个课室 具体的挂上来段 上年的丑图 日干临丑图 刚好一只父母要代表的是这家公司 林天后啊 天后代表实力雄厚啊 老牌的公司了 介绍说是参赛选手不限国籍 那就说明它不是本国的 面向世界的嘛 日本 不是韩国的 韩国的话 它本身就是造型工厂嘛 因为他们的这个娱乐产业 面向世界的 那谁能获得第一名呢 乐度低啊 所谓的CV呢 一看 林珠确就代表说乐度嘛 林辰 辰的话 第一 最常见的就是属龙的 有的时候也可以 本身就是 带这个辰字 因为不管韩国也好啊 日本啊 中国啊 都有汉字的 韩国也是有汉字的 他们的名字当中都有汉字的 所以名字当中带有成字 这个成可以是同音字 不一定是说和这个字一样 就名字当中带有这个成字的 那也算 然后第二呢 按鼠像来讲的话 鼠猪的 因为鼠猪的话 汉水 刚好是零钱零贵 不管怎么看 鼠猪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鼠像来讲 鼠龙的 算是啊 还有这个 鼠龙的话 应该是2000年吧 00年甚至了 那鼠猪的话 95年太大了 我感觉现在 看来大概的都是00后啊 绝大部分都是00后 07年的 07年的是丁亥年 那也算 所以这个韩维城啊 不管怎么看 韩维城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他刚好这个名字当中带有这个成字啊 虽然他是韩国啊 但是名字当中这个变不了啊 这么一个像 呃 所以乐度第一 我认为这个07年的 这位非常高 当然 还有一个05年的 那也算 05年的是 鼠猪的 林白虎代表白镜 也代表实力强 呃 刚好呢 又是 所以我认为最长 最 就是说 一定能够 入选的吧 他们成团应该是七八名嘛 我估计不是 呃 7位选手 那就是这个9位吧 呃 一般来讲男性都要封单的 啊 不管了 呃 大概是这些 CV的话 嗯 刚才所说了啊 呃 第一 呃 名字当中 带有成的 或者说本身就属龙的 呃 又是甲嘛 甲为第一 啊 为高嘛 成土也代表 数字的话 为5 这5可以理解为是 身高 185 啊 你说175 好像在这个团中估计都是算比较矮的了 要85 比较高的 连青龙嘛 青龙肯定是 属高的 呃 你说 我看了一圈啊 大概少了一眼 啊 最有可能是这个 韩伟成啊 07年 虽然 年龄可能 最小 应该是最小吧 啊 但是名字都代成 同时这个 呃 07年的话是属猪猪 刚好呢 又新年是在五火之上 啊 林青龙啊 没问题啊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他 啊 或者说 呃 还有其他的 就是05年的了 啊 05年 零白虎啊 特别白的 那05年的话 我看来选手也挺多的 啊 韩国 不管了 反正是一位的话 应该是 这一位可能性会比较大 最主要是他的名字比较符合 同时又是这个属相 啊 多位一体 啊 呃 以这个来看是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情了 嗯 是一位吧 呃 他有中国选手的啊 应该 哦 他是分为两个组的 可能海外组吧 也就是 呃 日本啊 还有加拿大啊 当然 这个不知道哪个国际的啊 呃 台北的 这不管了 反正以这一位的话 应该是这一位啊 07年啊 可能性会是最大的 嗯 还有一个05年 啊 05年的 05年的 呃 只有 只出现在 韩国族 啊 真的是 指出于05年的 属租的 只出现在 韩国族啊 95年太大了 应该不是了 哎 因为 刚好呢 是在这个 有啊 有的话 拎着 太阴啊 大概是这样 所以 出道的话 是他 还有一个 属 呃 属记的05年的 啊 大概是这样啊 好吧 就讲到这里了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结果就是这样嘛 嗯 大概4月份 会见 结果 嗯 嗯